这个表示五分之对不对 那是三分之及格 你看没有我们的public service 是不及格的看到没有 而且是民众跟专家的精英的调查 都显示出来我们的public service 是不及格的 反而我们分数比较高的是什么 你看第一个人身自由 第二个人的自由跟平等 然后言论自由 换句话讲 这些所谓高度的民主价值的东西 我们大概分数评价的都不差 可是我们要落实民主政治 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化 法治化 争取社会正义的这一块 反贪腐的这一块 其实我们做的是严重的不及格的 所以简单的来讲 我们应该这样说 台湾美丽岛事件到现在三十年了 前半段我们的民主化的工作做得不错 蛮有成就的 也获得国际的肯定 但是我们的民主巩固 还有很大的一段路要努力 如果谈到民主巩固 您刚提到就是需要加强的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五分是最高分 是满分 那需要加强的部分 就是紧急应变能力 政府的贪污腐败 政府的回应性 防止选举买票表达意见的管道 我想请问一下律师 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民旧的一个感受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那陈敏峰小姐讲的一些话 我不太同意 我可能提出了不同意见 我不认为说两千人之后 台湾的民主是倒退 那因为基本上我在社应团体 跟人权团体蛮久的 我认为两千年到两千零四年 阿扁的第一任是做得还不错 那他也想做一些事情 那当然他有很多什么人权立国 有很多东西 他确实有一些方向在做 但是他的问题是当国民党 在给他杯葛的时候 他很多法案在立法院 有办法通过实行的时候 他不够坚持 他不够阿扁不够坚持 那第二任就做的差很多 那当然后来有一些贪腐的 一些事情都出来了 那我不觉得 我也不觉得新加坡的模式 像中国采用新加坡模式 台湾就比新加坡差 因为新加坡是个非常威权的国家 他的言论自由什么 那自由是很差的 那我不觉得台湾会 我认为民进党有他的好处 那当然我也必须承认 民进党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或是马英九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一个新的民主 我们看到这些国家 第三波民主的国家 包括台湾 韩国 菲律宾 什么捷克 波兰 几乎这些民主派的领袖上来 百分之九十都是失败的 他们没有经验 而且他们也是有威权化的事项 很粗鲁 有那种强人的倾向 像华洛沙后来就很惨 但是像哈维尔他就包容 那阿扁缺少那种真正的包容 或是金大宗缺少那种智慧 缺少金大宗的智慧 甚至于金大宗他诠释 所谓的非亚洲价值的民主 他用中国的梦子的话 去在Foreign Affairs 讲一些东西 跟李光耀不一样的 但是阿扁就不会讲这些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说 反汤湖的问题 其实是从国民党时代就有了 那民进党上来说 这么好谈 这么快 就跟着下去 其实也不是台湾的情形 几乎每个国家 你像韩国也这样 捷克波兰都这样 问题他就是没有好好去做 没有真的是没有好好去做 休息一下 我讲新加坡民主是说 我不是我不是对 我不是说他的比较好 就是为什么会 我们会走到走那么先前 可是到现在中国要学的民主化 是新加坡民主 因为新加坡根本不叫民主 他根本就是一个 那我想再顺着那个 那个那个陈敏鸿小姐讲 因为我自己在设计团体 那么久了 也带过任全会的会长 没有错 因为台湾的社会运动 是跟党外一起成长的 所以有那种很大的情感 然后上来之后 那个阿扁上来之后 包括很多人权政策 很多社会政策 是这些团体帮他献祭 或是进入政府体系 很多人去当当 去进入内阁嘛 那批判力就不够 那是像我们来讲 我们台全会 还是一直批判 但也不否认 当阿扁谈腐的事情 真的敢出来批判的 那个真的是 真的是 我们那时候跳出来 真的是几乎是 我不知道不要讲 不是英雄 那时候真的都哭了 我姐姐都不认我好几年 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要有是非 今天今天30周年 现在谈美丽岛 然后谈台湾的民主主要这个地方 我们要包容 蓝营的选民 马政府 要包容去肯定民进党的贡献 那民进党要肯定 国民党也有一些贡献 比如说蒋经国的贡献 他的一些经济的贡献 那有一些政策 其实这样才能够慢慢 走进一些理性沟通 我是看得比较远是这样 所以我们再来看 就是台湾未来要怎么走 其实 刚刚敏凤提到就是说 怀念起10年前那样子的一个气氛 那现在的一个气氛就是让整个社会 他没有办法再找出一个共同的方向 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则报道 台湾民主一路走来 政党顺利轮替 媒体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 但这已经是台湾民主的最好状态吗 去年11月中国海协会会长 陈云林来台参加二次江城会 所到之处抗议如影随形 警民冲突一再发生 甚至演变成暴力流血事件 面对当时一连串失控的抗议场面 马总统还一度动气 人民集会结设的自由 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表现 也是应该被保障的权利 但当时为了保护陈云林的安全 警方戒备森严 人民拿国旗会被没收折断 播放台湾之歌的上扬唱片行 不但被警方搜索 更被要求要拉下铁门暂停营业 而至于陈云林下榻的远山饭店 警察更是随意的对出入民众领检盘查 态度也相当不客气 为了抗议警察的执法过当 部分大学生和教授发起野草莓学运 呼吁修改集会游行法 结果发起的当事人事后还被起诉 但令人困惑的是 2006年的红山军百万人倒扁运动 当时的台北市政府 并没有任何过当的驱离行动 为何陈云林来台 警方执法的方式却是大大的不同 而这个月陈云林又将再度来台 现在传出警方打算设抗议专区 还建议附近的商家暂停营业 种种违反人民自由的做法 就连台中市长胡志强都反对 没有人申请我设什么抗议专区 宪法赋予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 所以他决定在什么地方以后 我们再来跟他谈 怎么样建立理性合法非暴力的共识 台湾的自由民主一直受到国际赞誉 几次和平的政党轮替 也让台湾政治更加稳定 但刚结束的三合一选举 会选买票不断 而台湾民众虽然有公投政策的权利 但公投的门槛过高 也被外界戏称是鸟笼式的公投 台湾的民主还是存在调整改善的空间 好的我们刚看到去年的江城会 爆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 而在12月下旬 第四次的江城会又要在台中来举行 所谓的一个民主的一个价值 到底怎么样去展现 我们刚刚看了影片 在顺着刚才我们谈到民主自由 我想有一些感想 我们如果从民主自由的程度来看的话 台湾从美岛事件之外 从解研之后到李登辉先生上台之后 慢慢的一直在提升 那么我们知道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权组织 叫做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 他每年都会对全世界的国家 分三级来评比 一个是自由国家 半自由国家跟不自由国家 那么从李登辉先生主政之后 开始台湾每年都被这个Freedom House 列在完全自由国家 跟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这些全部列在同一级 对岸的那个所谓人民共和国 是列在最后一级的完全不自由 而且这样的情况是每年都一直维持 但是到了马先生上台之后 虽然也是列在第一级的自由国家 但是那个排名开始在掉了 特别像我印象中很清楚 新闻自由掉了十几名 掉了二十几名的样子 这很明显的 那从我们刚才看到 就这个影片就看得出来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这一两年内 有很多很奇奇怪的限制会出来 那这些奇奇怪的限制 往往都是考虑什么 考虑两岸关系 那我们就又开始担心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也就是说 一个现代国家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是血缘关系呢 还是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的价值更重要呢 那我们发现 马政府或者是国民党内部里面 好像很重视 那个所谓的中华民族主义 从小éri子上 即可入国家的价值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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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件